同學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使用加減消去法解方程組 分別是4x加3y等於3 還有3x-2y等於-19 得數對x跟y是我們要求出來的 好 我們來看這個題目 首先我們先假設第一式跟第二式 這個方程組設第一式跟第二式 接著我們要運用加減消去法 加減消去法的這個重點就是 找出你要消除的 比如說我們消除y 那我就找出係數的最小公倍數 最小公倍數是6 所以呢 第一式乘以2 第二式乘以3 這樣後面這邊都會變6y跟6y 兩個就可以互抵掉 好 第一式乘以2全部都要乘以2 第二式乘以3全部都要乘以3 好 那你兩個呢 乘完之後相加可以得到 乘以2 8x 乘以3 9x 8x加9x 17x 中間6y跟6y一正一負消掉了 上面乘以2 上面乘以2 3 2得6 下面乘以3 負19乘以3 負57 加6等於負51 所以17x等於負的51 x等於負3 算出x之後 你可以帶回第一式或第二式都可以 好 我們這邊帶回第一式 x帶負3回來 4乘以負3 加上3y y還不知道 等於3 好 這個式子呢 把它算出來 3y 3y 要等於這邊是負12 移過來變加12 3y等於15 所以y等於5 x等於負3 y等於5 所以數對 這樣就求出來了